尊敬的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 我们上一节课 我们一起学习 为师的本分 的第六项 就是引导 启发 上一次是 纸张 问是 诸诗可以为之答也 那孔子有问 你觉得什么是答 那这个学生回答了 在帮必文 在家必文 所以孔子说 这个是文 不是答 不是真正通答 所以是 抓住学生问的机会 导正 对事物的认知 学生认知 不准确了 所以这个 答应该是 直指而好意 直指就是真诚 好意呢 做什么事情 都是考虑 道义 合情 合理 合法 察言而观色 立众的心 很怯 但是 很柔软 察言观色 这个话 当不当讲 时机对不对 可以讲几分 而且是很迁退的 律以下人 这样才是 在帮必达 在家必达 进一步 孔子也是提醒我们 要学通达了 不能学到向上 学到去追求 名利了 摄取人 而行为 就是外在表现的 好像很有仁德 但内心不是如此 那一般的人都看相 看外相 哇 这个人 很好啊 都不发脾气了 所以在了凡视讯里面 有提到 这个 相怨 这个孔子跟左丘明 都不认可 会是德之贼啊 因为会让人家觉得 看起来 都不发脾气的 烂好人 就是很有德 那这个都是 要赢得别人 肯定认同 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 没有 伸张正义 可能就让这一方的人 是非善恶 分不清楚了 只是学到向上去了 学成 德之贼也 所以这个是 孔子掌握一个 学生发问的机会 导正他的认知 同时也是让大家 所有的学子 借由这个机会 把这个答案认识清楚了 所以我们从 孔子 他的教学 我们体会到了 老师 我们说 坐之师 他的精神 是老师 实施把沉传 道统 放在心上 那道统要传 那得要有人才 人人 红道 非道 红人 抓住一切机会 传道 启发学生的 善根 智慧 所以我们这一项 是 引导启发 下一条 第七项 是 机会教育 当然这两个 也是 相关联的 那学生 就能在 很多生活的 事件当中 得到 启发 领悟了 不然 很多人事物 每天在他 面前发生 他也 不会 辨别 不会去 判断的 那 这个 我们学传统文化 尤其教小朋友 有一个说法 说 经典 不要讲解 这一句 我们要理解 正确 不然 这一句又变成 一个执着点 这一点 在 春学 旧雨当中 有开解的 蛮 清晰的 这个 刘宏典先生 说到了 这个教师俗的人 这个教师俗的人 认为 这个经典 到他 十四五岁 十五六岁 理解力比较强了 在讲 之前 都不讲 那都不讲 一字都不能解了 其实 这个是指什么 指比较大的经典 你看中庸 讲心性的 他理解力还没上来 你一下开解 这种心境的 他可能 听得云里雾里的 可是我们想一想 学地止规 都不讲解 古代小朋友 蒙学 笑T三百千 这个T就是地止规 他今天 走路 去撞到 墙角了 那要不要跟他讲一下 宽转弯 勿触人 今天拉个什么东西了 不小心摔破了 要不要跟他说 直虚弃 如直影 不行 那是经文 不能讲 那你不是变成 直词一个 一个做法 而这个做法 他的考虑是什么 所以学东西 要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不然 通通理解 不深入了 然后呢 搞得自己 很辛苦 还告诉别人 一定要这样 还搞得别人 也很痛苦 所以这个 做之师当中 启发 他的善根 智慧 这个是 随着机会的人 都可以做的 你看我们 小俄语 第一句 一切严动 都要 安详 十差九错 只为 慌张 那小朋友 出现什么情况 你就可以把这个 经句 提醒他 他马上 这个 经典的 义礼 跟四项 就结合起来 他就懂得 去感受 义礼 好 所以这个 启发 智慧 很重要 我们 观察 很多学习传统文化的 年轻人 学着学着 感觉悟性打不开 那我相信他也很痛苦 他这么爱要传统文化 很年轻就开始学了 学了七八年了 学了十几年了 这句感觉 好像对 很多人事物 都不能很有观察力 不能 很有领会 因为一个人的 悟性 他在 接触一切 人事物的时候 他会起作用 这是很自然 你看 孔子 孔子 走到 山水之间 突然看到水了 孔子说 逝者如师福万 不舍昼夜 是吧 大家觉得 孔子这句话 是在课堂上讲的吗 应该不是 可能带着学生 可能带着学生 在山水之间 突然看到 河流 很自然的 他的 这种悟性起作用 讲了这句话出来 抬头一看 睡寒 然后之松柏之厚雕 可能冬天 冰天雪地 抬头一看 这个松树柏树上面 都堆着厚厚的雪 好 这个早上 有个同仁 他就说 他很羡慕 道场里面 在厨房里面 帮忙的 这个 这个老太太 这些女士 后来他讲完了 他又说了 可能是我有点想逃避 你看到厨房去 都不用承担什么 责任 不用面对很多 人事静缘 那可能关照到自己的 心念 这个是可贵的 这种心念一起 你就产生比较了 你就产生喜欢这个 不喜欢那个 这种念头 就是分别执着念 就让自己很不容易 安住当下 人不安住当下 就是烦恼做主 所以儒家讲得好 中庸说的 树富贵 行夫富贵 树贫贱 行夫贫贱 树以抵 树骇贂 树患难 行夫患难 我们再把它延伸开来 树事情很多 行夫事情很多 你关照关照 这又不是我去攀原 攀来的 既然是圆成熟 该我承担的 我义无反顾 在这个因缘当中 欢喜接受 力士练兴 所以不是因为事情多 让我们烦恼了 你看李秉仁老师 我们每一次上课三聚工 李老的行词我们要学习 老婆上说 李老一个人的工作量 三四个人的工作量 一天吃一餐 为什么 消耗的少 而且在处理事情 他不用分别执着 他用第一念 他用真心 他就在处理事当中 提升自己的境界 好 那树事情多 行夫事情多 树在厨房 行夫在厨房 你以为在厨房就好修 你在厨房摘菜不念佛 你也是胡思乱想 两餐之间 空档比较多了 你不经经念佛读经 你就睡大头觉去 你在任何情境 都有任何情境境界的考验 你换个角度想 事情多也不是坏事 为什么 逼着你 不会浪费时间 为什么 做不完 没法交代 哪还有时间刷手机 是吧 所以还有时间刷手机的 太闲了 责任的承担 是成长的开始 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责任 承担起来 心甘情愿 不容易浪费时间 所以这一句我们要多去体会 不能逃避 推脱责任 要勇于承担 当今之事 舍我其谁 那 这个 我们的悟性是本有的 何其自信 本质具足 那现在这个悟性不能起作用了 他有障碍 比方 烦恼多了 你遇到事 就是懵的 是吧 大家有没有观察 比方跟朋友聚会了 你看这个人 眉头伸索 低着头在那 你叫他两三声 他在 哦 他困在烦恼里面 他怎么会有悟性呢 可能听经 也有听没有懂 还有就是本有的 被什么账啊 我们得 找得出来啊 然后把它放下 知识性的学习 一直灌 一直灌东西 大家有没有经验 死记硬背东西啊 突然觉得脑神经有一点 衰弱 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 哇 这硬塞塞 塞得头昏脑胀了 你说这个对悟性 是好还是不好啊 记问之学 不足以为人师啊 人师是要启发人智慧的 都是死记硬背了 自己的悟性 都被自己给葬住了 还去教人 那不是误人子弟了 所以老师要开发人的智慧啊 我们得清楚啊 智慧要怎么开发 这个静态啊 工业革命之后啊 整个人啊 往被物化的一种方向在走 你看以前不是智的人啊 非常思维敏的 非常思维敏捷 他跟自然 这个 非常的亲密 他在三明之间长大的 像我爷爷不是智啊 那草药啊 他都去研究 人家 长了什么疮呢 他就用他的青草膏 自己去弄了 把人家弄好了 什么机器啊 都很灵活啊 很快修好了 所以灵力相当了 出了什么情况 都来找我爷爷 不是自然啊 是非常灵活啊 你看我们现在学历很高啊 但是 不大会处理思想啊 读书自在圣贤 目标是智慧得写 我们现在 读书自在考高分 所以那种学习的状况啊 就是使记用备了 读书自在赚钱 那你说智慧怎么开啊 欲令自迷啊 利令自分啊 都一直在想钱啊 这个智慧越来越障碍了 我们小的时候啊 这个社会当中都传啊 第一医生 第二卖兵 就是赚钱多了 第一医生啊 第一买兵啊 你看社会当中都传这些话 代表社会当中把什么摆前面啊 摆前摆第一位了 这个都会啊 误导下一代的价值观 你看当医生啊 救死扶伤啊 哇 把一个人从 从鬼门端拉回来啊 你说那个多有意义啊 假如他要去学医 首先考虑的 我的收入要多一点了 你说他会变成好医生吗 他不会变成 他不会变成白眼狼了 那病人一走进来 这个全身可以赚多少钱 那是太恐怖了 你看你学医了 学药草 学针灸 念念都是 希望能治好人家的病啊 这个念头啊 会跟这些 孙思苗啊 华佗啊 这些神医啊 他们 当然这个我要去极乐世界 才有把握跟大家讲 现在还没把握 说不定他们是西方极乐世界再来了 不然怎么可以这样无师无我啊 神龙藏百草啊 我们后世学医的人啊 你这一颗心啊 只一心一意为病人啊 你跟他们的同体大悲就融成一片了 你会突然如有神助啊 神来之彼啊 我讲这一段是有理论根据的 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就苦就难了 他老人家录的是 上与十方诸佛同意慈离 十方诸佛同体大悲啊 我们这颗本有的大悲心发起来了 跟他们融在一起了 他们就马上就加持了 行医如此啊 你从事教学也如此啊 今天要走进教室的门啊 深呼吸一下啊 这个深呼吸啊 对解除紧张啊 有帮助 容易紧张啊 会障碍悟性 人非常relax很放松的手腕啊 特别容易领悟事情 所以大家现在检查一下啊 自己的肩膀放不放松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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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深入意里啊 要很柔软 看你很紧绷了啊 啊 你看 很紧绷了 这个针就针了 都插不下去了 哦 这给你夹住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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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放松啊 啊 这个针一扎下去就通了 你看很多道理都相通了 谁看古人 他很会观察人世间这些道理 他总结出来这些格言 都很有味道 探底遗留 悠有寒有 使可以自得 有所领悟有所得 悠有 你看观察 鱼在水中游 你们有没有看过哪一只鱼 抽筋了 游着游着 没有啊 但是很放松了 绝育一刚 你面对欲望啊 那不是开玩笑的 你没有克制住了 你就毁了一生了 所以一刚啊 勇猛奋训呢 就像了凡事迅说的 如斩独树 不是 就像了凡事迅说的 这个 如毒蛇镊子 树与斩树 也不能迟疑 迟疑 迟疑就一丝 足成千古恨 所以你看古人 他都在感悟啊 他才总结这些 格言出来啊 包含我们每一个地方方言 里面都有人身的智慧啊 所以你看利欲 这个知识性的 死记硬背 都会障碍悟性 所以启发悟性啊 方法要正确 不然我们当老师啊 悟人子弟啊 那么多愿意学的 年轻人 孩子 你把他引导错了 哎呀 情何以堪呢 我们是开发自己的 自性 保障 这个保障里面 当然包含智慧了 无量的智慧 德能福报 怎么开发呢 从孝照下属 你不从孝照啊 起不了学生的悟性 那当然有一些特殊的例子 比方 孤儿院长大的 你可不能这么跟他讲啊 讲不通啊 我们变成了 不会变通了 死板了 他的人生状况不一样啊 因无所住啊 你看都不能执着啊 你一执着 全部都要从孝道开始起办 那是一般正常的 他的人生际遇 有特殊的情况啊 那请问大家呢 到了孤儿院呢 要怎么启发他的自性啊 念 孤儿院院长的恩呢 念老师们的恩德啊 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啊 胜过血缘关系 胜过父子关系 这个也能启发他的自性啊 在念恩的心 就能把人的真心啊 慢慢显发出来 所以劝发菩提心文 我们看前面都是念恩的 念本师恩 念父母 师长 师主 众生恩 我也遇过啊 隔代教养 父母几乎啊 没有陪伴他们 你一下子都是强度让他 你要笑父母啊 有时候他 一下子提不起来啊 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可是你一跟他 说爷爷奶奶啊 他就流眼泪了 我真的碰过这样的人啊 然后哭着跟我说啊 你要跟当爸爸妈妈的人讲啊 还是要很好陪伴自己的孩子啊 因为他投胎做你的孩子啊 那是跟你缘很深啊 不然怎么投在你们家 当你的子女呢 可是他投胎来的时候 是这么 真切的 跟你缘那么深啊 可是我们对 跟孩子的对待是什么 我们 只重视赚钱 不照顾他了 给了爷爷奶奶了 他在心理上 在因缘上 落差太大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 在乡下 这个当父母 一年去不了几次啊 去了 没几天又走了 走的时候 哇 那个孩子 两三岁 哭得撕心裂肺了 你们不要看孩子哭得那么 痛苦着哭完就没事了 孩子那些情绪会在他的内心里面积累 慢慢积累 慢慢积累 这个孩子就不怎么笑了 我们大人心不能太粗啊 那这个一般来讲啊 开发性德 孝轻 所以地藏王菩萨就表这个法 地藏地藏 心地保障 怎么开发的 就像地藏菩萨孝轻 你看佛罗门女 王母女 一生为自己的母亲 离苦得乐 你看 佛罗门女 那一个自成的孝轻 她性德开发一天 她太懇怯了 绝花定志在王如来 说你只要回去 念我的名号 你就知道你妈妈在哪 念了一天 入了法身的境界 自己有神通道理 直接到地狱去了 这开发的快 而且老阿尚说 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我曾经遇过同修说了 因为他一开始接触 就是大成佛法 后来老阿尚强调扎三根 他开始学传统文化 尤其学孝道 他说他下了一段功夫 行孝了 再去听老阿尚讲经 他说以前听不懂 现在比较能听懂 而且我们不懂得孝父母 我们真的要尊重老师 所以传统文化的单位 一定要把孝道排第一 这孩子要回去静孝了 你要支持他 这个同仁要回去了 所有的家人 你回去吧 这事由我们 你放心 我们有一个同事 父亲年纪很大 八九十岁了 让他全心全意回去 侍奉父母 尤其是父亲 那父亲 身重病了 翻身 这整个二十四小时陪护 他在那个过程中 王熙海老师的一些做法 一些叮铃 他都在这个情境当中自然冒出来了 他感觉到那种父子有亲 慢慢慢慢恢复的喜悦 二十四小时这样陪父 一天睡不到几个小时 睡一睡停停 他居然慢慢感觉不累 你看那个 真正那个笑心启发出来了 那整个身心的状况不一样 老和尚常说 中华文化用一个字代表笑 有些传统文化单位 强调 跟父母 家里人老人联络 三分钟 不能太长 不然增长情职 老和尚常有这么教吗 不能把法用错了 这个会误了人家的休闲 情职最重要的 控制 占有 情职当中 男女之欲 而不是让他恢复父子有亲叫情子 这不能用错了 无情不能修道 都没有情义了怎么修行 君子义以为子 为什么论语里面把义这个字 摆得那么重 建议不为 无永也 假如 这个 这个 吊造都不重视了 只是一直强调 哇 老上要吗 干什么 十字为几字 冲啊 冲啊 这样学啊 一定会学出疑惑来的啦 不爱其青 而爱他人 哇 你这 都不把父母放心上去 敬孝了 就要去爱众生了 我们中华文明教育啊 是随顺人的 自信的 忠诚出于 孝子真门啊 你把忠 提到超过孝道了 一个人不孝顺父母了 直接去敬忠 到时候贪污腐败会不少啊 这不自然啊 你看我们看 这个读书人 尽心尽力孝顺的 让他一张官啊 那几乎都是 忘了自己的 忘我的 在为百姓 谋福利啊 解百姓之疾苦啊 我们可以从二十五史里面看这些 读书人 当了官啊 要替野者 即为人之本人 所以开发物性啊 要从孝照开发 进一步是 尊重老师 而那个尊重啊 也不是挂在嘴上讲的 尊重呢 依教奉行 那老和上 对我们最重要的 教诲是什么 其中有一点 放下十六个字 老和上常体啊 放下自私之利 明文利 五欲六成 谈诚之慢 就是 善知识的教诲啊 他是物本的 君子物本 孝照是本 格物是本啊 你不格物 烦恼怎么清啊 烦恼清 智慧自然长啊 所以要引导 从烦恼无尽 试愿段 下功夫啊 你发了愿了 众生无边试愿度 接着烦恼无尽 试愿段 要下心地功夫啊 放下习气啊 不能 都是 急着要做事啊 做事 立事练心啊 你得练得起来啊 越做越烦恼了 那 你当老师 当领导的人 要观察出来 要适当调整 不能让学习的人 都苦哈哈的 你要 道理又压过去 哎哟 这个悟性怎么开发啊 你是体会到 他内心烦恼了 怎么去启发 怎么借由做事当中 这些机会点 去引导 让他理跟事 能够融在一起 去运用 他觉得 有佛法就有办法 佛法管用 这都要手把手带 这样才能开他的智慧 做之师 而且还要从做之君 才能建立一种威性 人家信心很深 我们老师也能以身作则 大功无私 不能说 这个听你话的 你就特别关照 常常跟你提意见的 你就把它晾在一边 我们现在做领导 做老师 我们也是成年才学的 又不是一学就变圣人 你要让团体的氛围是什么 只要大家有看到什么情况 能往上提 要有纳贱的态度 唐太宗是求贱 不只纳贱而已 你说一个组织 那个第一线的状况 我们处在上位怎么会了解 你要充分听取 第一线的这些客观情况 我们才好决策 才好适时的去 引导大家 在这些情况当中 怎么用佛法 我曾经面对一个年轻 学传统化的孩子 他遇到一件事 他觉得自己没有错 我听起来 事实上他也没什么错 受了点委屈 结果老师跟他说 你去跟对方下跪道歉 那还是更委屈的 不肯去 老师怎么说 老和尚都能给人家顶礼磕头了 你为什么不能去 一下把老和尚的标准压下来了 我们可以以老和尚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 你不可以以老和尚的标准 去要求学生 这样我们本身就不是 忠述之道 人能宏道 我们的忠述都没提起来了 我们已经不在道中了 我们的心不在道中 我们所讲的 我们所提的意见 可能就有偏颇 当领导 或当老师 心是根本 我们要在一些境界当中 观心为要 我这颗心有没有偏 那个孩子 那件事都过了好几年 一提到这件事 让他去下跪磕头 哭得嘻里哗啦 孤子之道 忠述而移 刚刚刚呢 这个是从引导启发机会教育 跟大家交流啊 怎样教学才能启发 悟性智慧 我们这一两代啊 不是从小学的 这是我们要客观的 有自知之明啊 而传统化已经走了 二十年左右了 这二十年啊 我们得总结总结经验了 前世不忘啊 后世之诗啊 我见过啊 不少 这些同道啊 他们的个性呢 非常热心 很肯重 很肯冲啊 哇那一天可以干十几个小时啊 甚至于 舟车劳顿到一个地方了 哪个人家里啊 出了什么状况 他也很热心 马上就赶过去了 很肯冲 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呢 忽略了 我们的修身为本啊 我们得在调服习气当中啊 下功夫啊 他们那种冲净啊 实在讲啊 我不如他们的 他们也珍惜 真的 帮了不少人 但是 假如 没有重视 校造啊 没有重视 调服习气啊 那学习者 悟性打不开了 那我们有可能就有 障碍人家 慧命的 过失在里面 无心之过 这里面呢 都要负因果责任的 所以因果啊 不能掉以轻心啊 我们看中庸里面 讲到了 他是从正面说了 父为士 子为大夫 藏以士 祭以大夫 他的父亲是 读书人 儿子是 当 重要干部的大夫人 他去世的时候呢 用读书人的 葬礼 但是祭祀呢 都用大夫礼 代表什么 哇 这一位老人家 为这个世间 留了一个 好官 人才 每一年都不忘 他的恩 这是他的功 过呢 比方 我们推荐 一个人才 结果他出状况了 推荐的人 要降级啊 因为有连带 因果 责任 所以我们这些做法 他都体现 因果 今天 假如我们没有 启发人的 智慧 让人学得 很苦闷了 我自己 心也会打不开 出乎而辙 反乎而辙 所以今天我们 假如 从事领导工作 从事教学工作 观察自己的身心状况 考虑考虑 已经走过来的路 要总结总结经验 这个发心走 都是太难得的善根了 但是我们得给他走好啊 走正确了 好 也有同修 可能看到 学传统文化的人 好像 身体上出一些问题了 那 我们 遇到任何事情 都不应该生烦恼 要生智慧 要增长人生的阅历 假如 我们所看的这个现象 我们 没有因缘 深入了解情况 那我们也不怀疑这个因果 因为因果是真实不虚的 我们有因缘了解 各种的情况 当然不是让大家去打听 这个就没有那个必要了 刚好有了解情况了 那我们的因缘了解 我们的因缘了解 而且是我们 清楚的 人事啊 我们 因缘缘缘的力量 就会非常的强 所以这也是这个人跟事啊 对我们的恩德 我们的恩德 从此之后啊 不犯这样的问题啊 所以地址归说 见仁恶 即内行啊 有则改 无家境 更加警惕啊 更不掉以亲心啊 那当然 这因果啊 是错综复杂的 我们没有清楚啊 不要乱推 你看 玄庄大师 怕老人家翻译经典一辈子 后来 晚年生重病了 当然这个 祖师的表法 让我们很佩服 祂一身重病啊 起了念头 我有没有把经翻错了 一心想着众生啊 把众生排第一位了 没有自己 马上菩萨就来安慰了 你没有犯错 你前世 当过国王啊 杀身不少啊 这是 重罪轻爆 所以 有时候这种因果啊 它是 交错的 有可能是前世的因素啊 那当然 今天 我们自己 比方说 做事不顺 或者自己身体 有什么情况啊 很可能啊 借由这些事情啊 让我们 自我反省 我有没有 哪一些事 做错了 哪一些决策 不妥当了 这会影响不少人啊 影响一个人 让他很难过痛苦啊 我们都于心不忍了 更何况可能是影响 更多人的话 我们一体会到了 要忏悔啊 忏悔 会让我们的真心 恢复 那个业障线前 真的是有力量的 会让你头脑越来越不清楚 事业 事业 事情做完了 不是没了 他会有业力的 会有力量 呈现出来 所以假如我们是教学的人 脑子越来越不清楚了 真的要总结经验 找出问题啊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出发心 我们的出发心 不求有功啊 但求无故 而且可能我们真的认知到 错误了 我们很真诚啊 像 受我们不好影响的人 忏悔啊 这个罪业就能消掉了 老儿上说 网生西方 两种人 第一 激功雷德 另外一种 自成忏悔 我们看 阿舍 士瓦 杀父 害母 他最后认知到错了 忏悔 他网生 上品 终身 所以这个身心因果 重要啊 玄壮大师给我们的表演 我们 曾经听说 念佛团 团长 干了好多年了 后来生了重病了 人家到 医院去给他念佛 我都被他赶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啊 他觉得 我帮那么多人助念啊 我做了那么多好事啊 怎么我还得病呢 我一下这么念头起来 生大烦恼了 不相信佛法 所以身性因果 是善根 任何情况 都不怀疑因果 不然这个疑心一起作用啊 我们这个修行啊 就退得很快了 而且啊 付出啊 付出啊 不能夹杂 有求的心 不然到时候啊 你感觉 你很想 应该是怎么样的时候啊 突然没有这样 就生烦恼了 所以金刚经都强调 因无所住 行与不失啊 不以求报的心啊 去不失 无杀若着相不失 即不明菩萨了 做了 不放在心上啊 这个好啊 大家去感受感受啊 比方说呢 这个人啊 挺照顾你的 他照顾你啊 都没放心上 你就觉得 跟他相处没有压力 假如他帮助你有放心上啊 你就会感觉到一种磁场 我好像不做点什么事啊 这个 好像他有点不高兴啊 这个都有磁场的 那就做一点吧 可是你假如无所求的布施啊 你看老婆上教导我们 无所求 我们就想着 哎呀 我能不能帮他老人家分担一点啊 这个自然而然 互相的交感 没有压力 我能帮你再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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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 龙修发来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 跟刚刚的内容有关 因为我们 这个课程当中 在最后 陈德都会问一句 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大家有没有问题 他有提到 对于出身 就是奶奶掌握 所以他可能母爱 比较缺乏了 可能比较会怨对母亲 内心缺爱 但是已经是三十岁的年轻人了 怎么帮助他 这个孩子本性善良 但既然 可能 这个染污的一些习气 我们 还是最重要的 真心对待这个孩子 真诚 一念不生 视为尘 所以我们的心理上不要 哎呀 染污好严重 你常常起这个念头 你对孩子要真诚 就不容易 普贤行 见信不着相 见他的本性 就像我们教学 人之初 信本善 相信他的本善 面对学生 都是信任的眼神 不把他的故事 放在心上 所以我们今天 要互念这个年轻人 重点 不能摆在他身上 重点在哪 摆在自己的心念上 我的心护好了 我的言行不会错误 我的言行 就会软化这个孩子 就会让他的善根 增长 因为我们把他的故事 放心上了 他可能哪一个动作 就会让我们情绪起来 到时候带着情绪 他就不欢喜 不接受 甚至我们控制不了情绪 慢慢慢慢 这孩子可能 破罐子破摔了 大家有没有看过 一部电影 叫做 有你真好 有没有这个片子 韩国片 有个外婆 不怎么讲话 他的女儿 到都市去 可能也离婚了 生了个小男孩 扔给外婆了 这外婆满满的爱 对他无为不自照顾 这个孩子本来去的是玩电动玩具 都是都市里那些东西 结果就被 这个外婆 一点一滴的爱 慢慢慢慢 被他感动 感动他这个外孙 这个片子 给人不少想识 我不会乱推荐 一般推荐的片子 首先 透过这个片子 看一看现在的孩子 过的是啥日子 他们陷在什么境界当中 当然也是效法 老奶奶的爱心 再来 这个奶奶带的 跟奶奶因缘深 那当然 可以让他 生起对奶奶的报恩心 这个毕竟我们刚刚提到了 他 投胎 就是跟父母原生 所以亡羊补牢 游未完矣 我相信 这个跟父母不清的人 没有人愿意这样的 诸位同道 你们的朋友当中 哪一个跟父母不清的人 发自内心很快乐的 你们观察观察看有没有 我基本上没见过 所以他还是很渴求 恢复这个父子有情的 所以这个奶奶 她跟你原生 你从中也能铺垫 让他们 这个母 父母 跟这个孩子 能够有 铺垫一些更好的缘 能互动起来 当然这个当父母的人 多听一些传统文化的课程 当然那个课是越听越启发 他不是越听越反感 这些事情都不能强迫操作 都要顺势而为 而且还是三十岁了 我们也不要求 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让他转过来 我们要很有耐性 去护念 今晨所至 今时为开 我们今天是进入第七 机会教育点 我们翻到280页 只为言冤约 用之则行 舍之则查 唯我于耳 有事福万 指路曰 指行三君 则谁语 指曰 报复平和 死而无回者 无不余也 必也临世而聚 后谋而成 则也 这个用之则 由言如有用 我也 就是读书人 刚好 这个国家 朝廷重用他 这是用 用之则行 行者行其道也 行大学之道 把所学的人道 用在治理百姓上 舍之则 舍是舍弃 不为适用 就不能 人在当前 这个时代去发挥了 就道不行也 用之则行 道行 则通 则行 舍之则常 道行不通 则常 这个不能强求的 但是常 我们说 机缘不到 不能强求 但是要韬光养晦 后机勃发 等待时机 这一点很重要 有时候 我们没有机会 一直在那里 攀球机会 那这样 时间精力 就耗在这一些攀球上 说实在的 真有机会出来 也做不好了 因为 做事的根本 是修身为本 不是很想着要做事 所以可能佛不善 很想做的 不给他做 这叫对治 不想做的 他有能力 推他出来 硬推他出来 真的原成熟了 推不掉了 不用攀缘 你看老外上发心了 学士家摩尼佛 他老人家也不攀缘了 人家九次请他出家 推不掉 原成熟了 这个论语当中 也是提到了 不患无畏 患所与力 不患莫己之 求为可知也 不忧患自己 没有发挥的机会 担忧什么 我真的有那个机会了 我能不能做好啊 所以他机缘没有到 他会 精进提升自己 别人不知道自己 也不难过 自己好好 用功 以后自然 能做出贡献 所以 行 常 无非为道 不管是可以 发挥 还是不能发挥 这个在不同因缘当中 心 还是在道中 没有机会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的表法 有机会的时候 有机会的表法 有机会了 机不可思 全心全意 不染 名文利 没有机会了 表什么法 让大家 不要急着做事啊 我们看 印光主持人的好榜样 他老人家 饕荒养岁 养慧 七十岁 慢慢 被人发现了 把他老人家的 给信徒的回信 拿出来一根 哇 大家一看 大善之士 所以 积累了七十年 你看最后十年的教化 三百年来 第一高升 那我们想 舍之则长 这个印光主持这个表法 重不重要啊 而且他老人家都得这么长啊 我们不是从小学的 我们更应该 要能趋 才能生啊 我们这个传统培养奖精人才 用什么方法 不假 这个方法也是调心性的 你说一个人本身 言语就很有天分了 很有辩才 他会想怎么样 发挥发挥啊 一发挥不知不觉 讲着讲着就自己的意识开始讲了 他得沉浅沉浅 所以用这个副讲的方法 练功敬啊 不要急着发挥啊 练耐性啊 练谦虚啊 你看古人的一个做法 哇考虑得很深啊 一个做法可以练这么多心性啊 所以此为孔子与盐子能染呢 他们都能染 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子乎万 那子路呢 勇于行 指路这个 用现代的话叫 这个 行动力非常强 且 长于君事 长于君事 他有君事的长才啊 所以问孔子啊 若行三军呢 孔子您带三军呢 则与谁聚啊 你会带着谁跟你一起啊 你看这个 指路这么一问话就是个机会点 是吧 其实说实在的在跟颜悔的互动啊 也是在教学生啊 因为颜悔表法表得很好啊 不迁怒不恶故啊 舍之则长啊 可以是宰相之才啊 人家是陪着孔老夫子三师书定礼乐啊 不攀这些当官的缘啊 也是让颜悔的这个风范来启发学生们啊 那指路这么一问话就是个机会点啊 这个都是针对这个学生的情况啊 点的啊 孔子及士啊 以领军之道 教导他带领军队啊 最重要的原则啊 所言报复平和 虽死而无回者 这个报复就是空手打老虎啊 够猛的了 平和哇 这个河流很大啊 也不坐船 直接就游过去了 孝子不干这种事啊 有危险的 这会让父母担忧的 虽然死而无回者 无不许可也 所以诗经这个小雅小米 不敢报复 不敢平和 报复 徒守伯虎啊 平和 徒步渡河 这个都是游勇啊 但是不谨慎啊 游勇无谋啊 那就会有可能成 匹夫之勇啊 接着孔子说了 赤言必须灵似而聚 戒胜恐惧啊 这个不是害怕 不是担心啊 不敢掉以轻心 战战兢兢 好谋而成 考虑周全 想好正确的谋略 策略 聚呢 则不轻敌啊 不掉以轻心啊 不轻敌 交兵必败啊 谋则超胜算 诸葛一身为谨慎啊 诸葛孔明带兵 办正事啊 都很谨慎 事故啊 事故啊 能 我战则克也 能这样啊 这个战争呢 才有胜算 好 所以这个是点的话 指路 我们再看一句啊 这个大家应该 我 我们之前课程提过 我们再复习一下 当然这个 复习啊 我们也是 随文入观啊 来 反思我们自己的情话 这个有没有 父母啊 良师义友也点过我们 那刚刚那一段话 孔子说 这个用之则行 舍之则常 唯无余耳 有事福啊 所以假如 今天老和尚 说了 这个 对着我们 弟子说了 只有谁谁谁 跟我都一样是这样啊 那你是合格的学生 你看 这个是老师 认可了 应可了 我们等待那一天的道理 你勇猛 精静 然后在梦中 梦到老和尚 善哉善哉 这个都会有感应的 或梦往胜先行 提膝皆影 你做到 孔子来到你梦中 如子可教也 有啊 这个宋朝 明相 王真 就是他的父亲 非常珍惜 圣人的教诲 很惜智子 路上看到 废纸啊 捡回来用香汤洗好啊 再把他焚化 然后埋好 都是 不会有人践踏的地方啊 梦中 就赶孔子 扶着他的背啊 哎呀 你这么珍惜 圣人的教诲啊 这么习智子啊 不过你年纪太大了 我派真子啊 做你儿子 哎呀 感应不可思议啊 所以诸位同照啊 这个 我们好好干啊 说不定孔子就派十大弟子来 感应不思议啊 那这子贡方人 子曰 赤也贤乎哉 夫我则不暇 这个方人 正刚成柱啊 做傍人 毁傍人 子贡傍人 就是说人的过恶 孔子患问 子贡说 患者他 问他 赤也 你本身贤乎哉 以我来说啊 我则自顾不暇 又何能傍人 不暇就是没有贤的时间了 就是自己用功的时间不够了 没有时间呢 去诽谤人 甚至也好奇 去探听人家的状况 这个没有必要啊 尤其探听 人家一听到 谁谁谁怎么了 哎呀来来来 这个 你刚刚说什么 哇 兴趣可高了 这个好奇啊 害死我们了 哎 常常好大听啊 这个清净性我看呢 猴年马月才能得到啊 李济大学说了 哇 这个引得好啊 李秉兰老师 在开解的时候 引到了大学说的 无诸己 而后非诸人 我们没有这些缺点呢 才好也不是去批评的 才好去互恋他改过啊 不能解诚的 我没有这些缺点了 所以我能说你们 也不妥当啊 言以律己啊 也不能言以律的 欢以在的 所以孔子又不能棒 子供能棒人吗 我们要去提醒别人呢 是我们先没有这个问题的 我们去提醒人呢 人家才容易接受 不然一提啊 对方可能马上就很自然升起来 哇 你劝我 不要发脾气 你的脾气也不小啊 人家心里就不服了 劝 我们不能太傲慢了 人家心里想 你本来就很傲慢了 还劝我 所以这个都是人情事理啊 夫我则不暇 是孔子以身试教了 他以身作者 他觉得我自己用功时间都不够了 我们当时看到这一句啊 就想到这些入境界的修行人 那心境都是相运的 夏连居老居士说了 学道之人呢 无剪爪之侠 用了这个侠字啊 连剪指甲的时间呢 都没有 比方说 一个礼拜前呢 就要剪指甲 每一天呢 听经听经忘了 承担起乍众的事啊 忙啊忙啊 想了好几天呢 都还没剪 这个就 就是都在道中啊 都在立众当中啊 真的是没时间 剪指甲 所以 安有时间 说闲话 这下老的心境了 那我们 这个 这一句 孔子也是啊 抓住机会点 这个下老说 安有功夫 说闲话 抱歉 刚刚讲 安有时间 安有功夫 说闲话 所以 无量寿经啊 是忽略我们 往生极乐世界的宝典啊 生口一三叶 把口给我们提前面去了 用心良苦啊 佛陀用心良苦啊 善悟口业 不及以他过啊 所以 亲近心呢 重要啊 心静佛陀静啊 而我们 这个口业啊 只要 不能守住啊 不及他过啊 这个心就 每一天就起起伏伏了 不清静了 口业能守住啊 心才能静得下来啊 你看一批评人 跟着这个火 火气就上来了 火烧功德领了 所以夏连居老居士 好像有说过啊 三年不说话 保证开悟啊 诸位同道 我们想不想开悟啊 开悟很好啊 开悟了 有智慧啊 随时随地 可以帮助人啊 多好啊 多好啊 没有开悟 有时候好心还做了坏事啊 也是很不愿意这样的情况发生啊 好 那要开悟啊 首先呢 一句闲话都不能说啊 一句口业都别照啊 不然功夫就退回去了 就烧掉了 所以三年不说话 你们假如有福报 可以三年都不说话 赶快去干了 哇 这个表法就殊胜了 你们假如家里人支持你 保持你 进去 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 念三年你保证开悟了 好 不过你得真的 念得下来啊 你可不能念三天 好闷啊 出来 看一下手机就完了 好 那假如我们还有责任在身啊 这一句啊 怎么立想 除了有必要说话 我们要处理事 责任所在必须说话 不然呢 一句废话闲话都不说 这个可以往这个方向用功夫啊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打着念头 虚如法身佛啊 哇 这个法身佛啊 就是法身大事啊 就是念而无念啊 就是忘念断啊 念念流露沙脖落海啊 就忘念不起了 就是用真心了 这境界啊 这个天下无难事啊 只怕有心人啊 所以我们今天学完这一句了 我们下个决心 一句闲话都不说了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多念一句 是一句啊 多说一句 就费一句了 不只费了时间精力啊 还造了口音 你说冤不冤枉啊 所以啊 吉人之词寡 吉祥的人 话不多 必须讲的时候 他才开口 造人之词多 内心浮躁啊 话就很多 所以假如观照观照 自己话太多了 一定要调这个心 要安定 不要浮躁 有时候人话多啊 就是很希望别人认可他 肯定他 想表现表现 其实有时候都适得其反 真正有人身阅历的人 人家能看到我们是浮躁啊 还是很有分寸啊 很安稳 该说的时候才说 安稳得大力啊 安稳光 从言语来练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咱们